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要來small talk一下 Lady Bird這部電影 美國權威的評價網站上面 最近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一部看起來普普通通的電影 叫Lady Bird 它打破了所有電影有史以來 最高分的紀錄 到我拍這支影片的目前為止 有184個影評人 都給了新鮮度的好評 這是之前從來沒有發生過的 之前的紀錄保持人 是玩具總動員第二集 它保持的紀錄是有164個影評人 給了新鮮的好評價 而沒有一個人給出壞評 但要注意一下的事情是 這只是代表著有184個影評人 給了這部電影好看的評價 他們覺得好看 可能它沒有太明顯的缺點 它可以滿足各式各類的影評人的口味 不一定代表的 它是一部怎麼樣的神作 或者是什麼偉大的電影 只能說它厲害的是 在這麼多人看完之後 都不會覺得不喜歡 這件事情是在這個影評網站上面 是滿困難的 而你也知道 一部再怎麼樣好看的電影 也總是會有人說 我覺得這部電影還好 我覺得這部電影有點悶 我覺得這部電影我哪裡不喜歡的 總是會有人想要當烏鴉 而Lady Bird這個電影 可以得到這個破紀錄的新鮮度 可以算是也是十分的不容易 介紹一下Lady Bird這部電影 它是由年輕有才氣的女演員 Greta Gawain 自編自導 以贖罪還有愛在他鄉 入圍過奧斯卡兩次的愛爾蘭籍 女演員 Seresha Ronan主演 還有去年以海邊的曼車斯特 入圍過奧斯卡男配角的 非常年輕的 Lukas Haggis 以及今年肯定會以 Call Me Bio Name 入圍奧斯卡演技獎項的 Timothy Chaleman 是一個關於Lady Bird這個高中女生 想要脫離她的家鄉 前往紐約這個大都會去念大學的故事 一部青春成長喜劇 看預告片起來 有點像是Juno這部電影的感覺 可惜的是 目前在台灣還沒有任何會上映的消息 雖然說Netflix、愛奇藝這些網站 已經漸漸的改變大家在電影院看電影的習慣 但是身為一個影評YouTuber 我還是希望能夠在大螢幕上面 可以看到這部電影 所以拜託台灣的哪個片商 可以把這部電影引進 說到它沒有上映的電影 還有一部跟Lady Bird 一樣在美國是同一個發行商 A24所發行的A Ghost Story 我也是非常期待 可以在台灣的大螢幕上面 看到這部電影 不然一直在Instagram上面 看到其他地方的網友 就說這部電影多好看 多好看之類的 真的是讓人蠻 嘖 而且是由我最愛的魯尼馬拉 還有去年通殺最佳男主角的 凱西艾弗列克主演的 最後問一下大家 你會進電影院欣賞這部 打破爛蕃茄網站 100%新鮮度紀錄的Lady Bird嗎? 還是你根本不在乎什麼爛蕃茄網站呢?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Small Talk的內容 喜歡的話請幫我按讚 並且把它分享出去 並且找找你的訂閱鈕 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 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 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是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 這是Ruby頻道 祝你今天有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